《阅读中国》 末夜半,闲敲旗子落灯花 梅子黄了,梅雨的季节也到了 家家都被笼罩在雨中 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传来阵阵蛙声 已经过了午夜,约好的客人还没有来 我无聊地轻轻敲着旗子儿 震落了点油灯时灯芯杰出的灯花 南宋诗人赵师秀 自子之,号灵秀 亦称灵之,是永家人 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人 他出身高贵 是宋太祖的八世孙 赵师秀与徐赵、徐姬、翁眷 并称永家四灵 人称鬼才 开创了江湖师派一代师封 皇族后裔,大文人赵师秀 自然也脱不了当官的命运 他在中进时候,曾担任多个官职 自称官室三年满 身无仪式盲 晚年游历四方 在前堂就是浙江杭州度过了晚年 与人约会 却久等不见人来 被放了鸽子的难免焦躁不安 这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 不像现在 朋友不到 一个电话就能问清楚 再也没有别的麻烦 但在没法打电话的古代 这种感觉可能是焦急 躁动 担忧 或是恼怒 这些情绪写进诗中 难以写得运介有味 而赵师秀的这首小诗 却将此种情质描绘得清雅有致 鱼味悠长 黄梅时节 家家雨 青草池塘 处处挖 诗歌前两句写景 描绘出一幅江南下雨图 五月 江南梅子熟了 大都是阴雨绵绵的时候 这就是梅雨季节 梅雨季节的 乡村 阴雨连绵 池塘水涨 挖声不断 那么清新田净 和谐美妙 但是 一切景语皆情语 诗人在这里 并非为写景而写景 而是 与景中 寄予了他复杂的思想感情 家家雨 写出了美语的频繁和密集 其实也是客人不能来的 客观原因 处处挖 既是写池塘中 挖声阵阵 又是以声称景 屋子里作者之身一人 外面却是 雨声挖声不断 扰乱了诗人的心境 此时此刻 诗人多么希望 有人风雨无阻 如期而至啊 有约不来过夜半 这一句 才点名了诗题 也使得上面两句 景物声响的描绘 有了着落 咸敲旗子落灯花 其中的落灯花 是古时候 人们以油灯照明 灯心烧残 落下来时 好像一朵闪亮的小花 这句 只是写了诗人 一个小小的动作 然而 却将诗人 焦躁而期待的心情 刻画得细致入微 而旗子更有意思 下旗 本来就是两个人对弈 现在朋友不来 诗人只好 独自面对棋局 这首诗 看似风轻云淡 诗人并不怎么在意 但诗人也是人啊 他有着正常的喜怒哀乐 这个弦字 说明了无聊 而正在这个弦字的背后 隐含着诗人 失望焦躁的情绪 这首诗中 对比手法的运用 非常精道 前两句户外的家家雨 处处挖 喧哗银耳 与后两句诗内的 诗人哭作敲棋 寂静无聊 构成鲜明对照 通过这种对照 更深地表现了 诗人落寞失望的情怀 一个等候的时刻 背后竟然蕴含着 如此复杂的感情 我们也许该感谢 现代的科技 如果这是家人在等我们 他们该多么着急 但是现在 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们放心了 但是 便捷的科技 却让生活 少了一丝诗意 那么 就让我们在朗读中 找回那些遗失的美吧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徐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